大家好,我是Ben,那欢迎回到泰语构句练习,这一集是泰语构句练习第23集 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sutai,sutai是最后的意思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例句 好,第一个例句选的是 ni ben o ka sutai, leona ni是这,ben是事,o ka是机会的意思 那sutai是这一课的标题是最后 所以o ka sutai和起来就是最后的机会 leona没有意思,但是让这个句子的语气比较和缓 好,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ni ben o ka sutai, leona 中文大概会翻成这个是最后一次机会 对咯,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了 好,那第二个句子是 braio ksutai pul是说,所以前面半句 bio sutai tikao pu,就是他最后说的句子 k,k是是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dure doeng dd na,dure是照顾,dure eng是自己 那didi就是好好好,好,所以dure doeng dd na,就是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照顾自己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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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句子是 Klang ni 这边Klang su-tai Ti chan-za hai a-pai kun Klang ni Klang是一次两次的次 那ni是这 所以Klang ni就是这次 Za-ben Za-ben是会是 Klang su-tai Klang一样是次 Sutai一样是最后 Klang su-tai就是最后一次 Ti 补充说明前面 最后一次什么呢 Ti chan-za hai a-pai kun Chan是我 Za是要 会 hai a-pai合起来一起看 就是原谅 hai a-pai Kun是你 所以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Klang ni Za-ben klang su-tai Ti chan-za hai a-pai kun 意思就是 这次是我最后一次会原谅你 好那刚刚看的都是 Sutai当形容词 收拾前面的名词 接下来三句 我们来看一些不一样的用法 但意思没有变 Sutai man go pan by Sutai在这边放到句手里面没有修饰任何的名词 Sutai一样是最后 man go pan by man可以代替事情 go可以翻成就 pan by就是过去 好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Sutai man go pan by 最后事情终将过去 最后一切都会过去的 的意思 好下一句是 Sutai ngrau go day tengan gan Sutai一样是最后的意思 ngrau是我们 go是就 那day如果放在动词前面呢 就是做了什么事情 的了 好 tengan是结婚 所以 daytengan gan就是结婚了 gan就是一起嘛 好 所以整句什么意思呢 sutai lau go daytengan gan 最后我们还是结婚了 那实际的句意 还是要看前面的句意 来决定 有可能是最后 我们终究还是结婚了 或是最后 我们还是成功结婚了 然后看前面的句意 来决定中文 大概要翻什么 好 那最后一句 kopp got fan ma lai bi da sutai go le gan 好 kopp 是交往 的意思 gap 是合跟 那fan 是男朋友 或是女朋友 lai bi 是好几年 lai 是许多 lai 是年 好 所以kopp got fan ma lai bi 就是跟男友 或跟女友 交往好多年了 da sutai da 是转折 表示但是 sutai 一样是最后 go le gan le gan 就是分手 好 所以 整句什么意思呢 kopp got fan ma lai bi da sutai go le gan 跟男友或女友 交往好多年了 但最后还是分手了 好 那以上就是这一集 泰语 go 去练习第23集 sutai 的所有例句内容 以及讲解 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 跟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跟影片 欢迎帮我订阅 按赞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ขอบคุณมาก ครับ สวัสดี ครับ